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山东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定好位 挑大梁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继续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 在增强社会经济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加快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5月22号至24号 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伍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 先后来到日照 济南等地进行调研 22号下午 习近平首先来到日照港考察 日照港是重要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中转基地 近年来推进智慧化绿色化建设 建成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习近平听取山东省港口发展建设 和日照港规划布局等情况介绍 并查看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作业场景 他说 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 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 将传统港口 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 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 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发展新制生产力的经验 值得肯定 习近平亲切慰问港口科技工作者 运营人员 航运人员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继续奋斗 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 随后 习近平考察了日照市阳光海岸绿道 近年来 日照市对沿海裸露场地 及岸线破损处进行生态修复 建成约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运动休闲好去处 习近平听取绿道整体建设情况介绍 查看修复治理后的海岸线生态环境 了解当地升级文旅产业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做法和成效 习近平不时同市民和游客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 建设律道应市民所需 是得民心之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 生态环境好 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大家要一起动手 共同建设和呵护美好家园 5月23号上午 习近平在济南亲切接见助济南部队上校以上领导干部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助济南部队全体官兵致以成绩问候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习近平24号上午在济南市 听取了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山东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习近平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发展新制生产力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 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未来产业超前布局 全面释放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要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要发挥海洋资源丰富的得天独厚优势 打造世界级海洋港口群 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习近平强调 山东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永征先 要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在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上下功夫 在完善制度 健全机制 激发武力 丰天动力上 用实劲 要积极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 努力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 习近平指出 山东是农业大省 粮食大省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 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建设更高水平的旗辱粮仓 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拓宽共同富裕路径 习近平强调 山东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在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上积极作为 要坚定文化自信 以国际空子文化节等为载体 深化文明交流互建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 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 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 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 习近平指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抓好党的建设 正在全党开展的党籍学习教育 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 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 扎实推动 务求时效 要以党籍学习教育为契机 持续深化整治 行事主义 为基层减负 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 营造良好环境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扎实抓好中小金融机构 地方政府债务 房地产等重点领域 风险防控和化解工作 及早预防可能出现的 洪涝等灾害 全面加强各领域 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 切实防患于未然 守住安全底线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2号向阿比纳德尔 直合电 祝贺他当选连任 多米尼加总统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多关系 保持积极发展势头 双方政治互信 不断深化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持密切配合 习近平表示 他高度重视众多关系 赞赏阿比纳德尔总统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继续引领众多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让更多合作成果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防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解放军东部战区 24号持续为台岛周边 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开展多科目训练 检验多域协同 联合打击等实战能力 东部战区陆军某部 纹令而动 立即组织人员装备 紧急出动 在雨中 官兵们迅速完成战车出库 弹药装天和战场机动 准时抵达预战地域 此次演习 重点检验了新型火箭炮 多平台协动突击 多弹种复合打击等战法打法 全力提升火力快反能力 和联合精打能力 作为陆军新智作战力量 我们火箭炮兵打得远 打得准打得猛 能够对作战目标实现 全域全时火力精确打击 只要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 我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坚决消灭一切台独分裂势力 在台岛周边海域 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统一指挥下 东部战区海军舰艇编队 采取高速机动隐蔽接敌方式 对海上目标进行模拟打击 演练突出针对性 对抗性 协同性 进一步检验了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持续组织 环台岛战巡 环外岛巡航 多批多架尖机机装挂实弹 快速飞抵目标空域 实施模拟打击 数架轰炸机 在尖机机编队的掩护下 前出岛链在台东外海 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协同海军舰船编队 机动岸岛火力单元等 对重要目标实施模拟打击 加油机在预定空域建立加油阵位 为多批次舰机机 接续组织空中加油 支援海空兵力行动 接到命令后 火箭军某部立即奔赴预定作战地域 各发射单元相继占领发射阵地 展开发射准备 开展多波次模拟火力打击 我们全时保持高级位状态 箭在弦上 文令而发 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企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24号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以东海空域 开展舰机协同 对海突击 对陆打击等科目训练 并且发布战巡演练模拟动画 以及多军种联合打击 3D虚实动画 东部战区24号持续为台岛周边 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并发布了多军种联合打击 3D虚实动画 岛列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联合夺权 联合打击要预战控能力 据东部战区微博账号发布的消息 这次演习摧毁台独支撑柱 打击台独大北营 切断台独输血管 此外 东部战区当天还发布 战巡演练模拟动画 显示在为期两天的演习中 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被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南部 东部 几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吟岛周边 多方向抵近台岛和环外岛战巡演练 达到进攻 包围和封锁的效果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海警2304舰艇编队 24号为台岛以东海域 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海警2304舰艇编队 为台岛以东海域 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重点开展查证识别 警告驱离等科目训练 检验联合巡航应急处置能力 编队指挥员一声令下 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 赴台岛以东海域高速机动 依然开展演练行动 演练期间 海警舰艇采取雷达侦搜 递进查证 喊话警告 水泡喷射等行动实施拦截 并通过执法员搭乘舰载 驾载执法艇跳帮登铃的方式 成功控制拿捕目标船只 下一步 我们将积极转化 此次演练成果 全面提升海上综合制法能力 持续加强在我国滑下海域巡航 制法 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海警局表示 海警2304舰艇编队重点开展 查证识别 警告驱离等科目训练 检验联合巡航应急处置能力 根据相关人士披露的消息 本次海警为台岛东部的行动 有三个突破 突破一是 这是大陆海警首次公开台岛东部行动 实际上这不是大陆海警部门 第一次从台岛东部递进台湾本岛 今年3月 台当局就观测到了大陆海警 在台岛东部海域行动 但大陆海警并未公开制此行动 如今大陆海警首次公开 其为台岛东部附近海域的行动 意味着大陆海警 对台本岛明确执法权的开始 突破二是 大陆海警发布的行动说明 配发了三张图片 其中一张图片画面中央 可以清晰地看见台湾本岛的中央山脉 这说明此次行动的大致位置 离台湾本岛非常靠近 最近两天 东部战区战巡演练同样抵达了台东 非常靠近台岛的位置 如此近的位置 传递的信号非常明显 即阻断台独分子外逃 长期以来 台独分裂分子认为 台湾东部可能是能够躲藏逃逸的 一个相对安全和舒适的空间 现在战区和海警在台东联合行动 更加凸显了对台岛全方位的威慑 以及有效封打封控和断源 突破三是 这次演练中还包含登检科目 过往大陆海警在执法海域 大多是以喊话方式警告 现在随着海警接连进入 金门岛 东银岛 乌秋雨 所谓限制水域 在台海的执法行为顺势而动 自然将更进一步 分析指 大陆海警船登检台湾船只 意味着台当局 彻底失去这一海域的控制权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近日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 开展联合演习 美军官员称 此举加剧台湾紧张局势 令人担忧 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 24号对此回应指 此次行动 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 设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 完全合理合法 正当必要 台独挑衅一次 大陆方面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直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此次行动 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 设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 完全合理合法 正当必要 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 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赤裸裸贩卖两国论 妄图以武谋独 以外谋独 把台湾同胞 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这完全是在玩火 玩火者必自焚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 是14亿多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挑衅一次 我们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直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解放军东部战区连续两天 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针对由美国高官强烈敦促中国保持克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保护伞 解放军东部战区23号起进行一连两天的封道军演 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周四表示 华盛顿密切关注这次演习 并敦促中国保持克制 对此汪文斌批评美国一些势力 是打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幌子 图谋以台制华 他并表示 美国如果真的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坚持一中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保护伞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只会引火烧身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凤凰卫视周嘉信赵伟北京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24号发布多方向抵近台岛和环外岛 战巡演练的模拟动画 军事专家分析指出 解放军参演兵力直插台所谓防御空间 距台岛海岸线仅一步之遥 挤压深度前所未有 此次演习清晰地告诫台湾赖清德当局 谋独就是死路一条 根据东部战区发布的演练模拟动画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 模拟动画展示了海空力量多方向深度抵近台岛 深度挤压台军事防御空间 动画中舰船距离台岛越来越近 如同一把利剑直插台当局所谓防御空间 距台湾本岛海岸线仅一步之遥 挤压深度超过以往前所未有 孟祥青指出 此次演习清晰地告诫赖清德当局 谋独就是死路一条 同时这也展现了解放军的 全向多余管控能力 解放军以压倒性的实力反切相长 台独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欲慎 封锁台湾的链条就会拉得越紧 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天然屏障 实现所谓防卫固守 终将彻底破产 此次演习实现了 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对检验战区部队实战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分析指 演习重点演练体系化作战 并运用了心域心智作战力量 国防大学教授张驰则表示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演习 已经是一种新常态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 尤其在军事的行动上 我们形成了一种新常态 今后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斜阳谋独和境外势力相勾连 胆敢进行挑衅 那么他们没挑衅一次 我们就会往前进取一步 这就是应对他们这种挑衅 和冲击我们底线红线的 这样的一种新的常态 或者说新的模式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解放军23号起 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 2024A演习 台湾防卫部门24号发布监控视频 台湾防卫部门24号发布视频 显示海军基隆及导弹驱逐舰 马攻舰 监控解放军导弹驱逐舰 西安舰 海军战术侦搜大队无人机 执行监控作业 以及空军飞行联队 和导弹部队官兵警戒 与海军机动导弹车 在陆战队借户快速机动 进入战术位置 台湾防卫部门又指出 自24号早上7时14分起 追踪到解放军62架次战机 27艘海军舰艇及海警船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菲律宾23号在北部的伊特巴亚特岛 启用了一所新的海岸警卫队哨战 以加强监察中国在南海活动的能力 海岸警卫队23号 举行新哨战启用仪式 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表示 新哨战让海岸警卫队更有效打击 海上威胁和犯罪活动 包括非法贸易 人口贩运 海盗及外国入侵 他又指中国自2022年 加强了附近的军事活动 因此有必要提高警惕 并且加强安全措施 伊特巴亚特岛 位于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 距离台湾南端仅160公里 较距离菲律宾旅宋岛 240公里还要紧 在台湾 立法院24号继续审理改革法案 国民党 民众党和民进党 多次发生冲突 绿白阵营相互谴责暴力 而至于议程方面 目前已经二读表决通过增订听政权 被知情人藐视立院等关键条文 会议在晚上接近11点半散会 将于下星期的28号许审 台湾立法院24号第三度条 登业战审理改革法案 历经三天三夜的表决大战 现在已经二读表决通过增订听政权 人士同意权改进名投票 被质询人表示立法院 最高罚20万元等关键条文 剩下15条法案 将于下星期28号继续审理表决 这次会议虽然为由爆发大混战 但仍有零星致体冲突 民进党立委零出分级民众 党立委蔓玉珍签发生退撞 麦玉珍左手打在林书芬身上 林书芬随即出右拳还击 民进党这次主打道具站 一众立委拿出蓝白色的拖鞋敲打制造声响 之后又释放蓝白飞气球 国领党批评是把立法院当成游乐场 至于在立法院外就有大批民众聚集 部分路端要封闭 当地多个团体号召民众抗议 主办单位当晚宣布现场人数打10万人 警方不敢松懈 部署数百名警员全程戒备 不过有台湾媒体报道 最多人关注极争论的表示立愿罪 干据最新民调显示 赞成立法的民众超过五成七 国民党形容民进党输了表决 也输了民意 民众当然很难忘记 民进党八年来 政府官员高傲拍桌 辱骂立法委员的嘴脸 只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仍然在护航这些说谎的政府官员 民意当然不能接受 方卫师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24号会见柬埔寨副首相 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大臣宋金达 王毅表示柬埔寨是铁杆朋友 愿同检方把稳终检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 宋金达也重申 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努力 王毅在钓鱼台 欢迎来华访问的 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宋金达 赞赏他将中国作为 就任新职后的首访国家 就指中方愿同检方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 把稳终结命运 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 在我们两国领导人的 占领余领之下 我们各方面合作 都在如期的向前推进 双方已经建立起 工业发展走廊和 鱼米走廊联合工作的机制 我们正在积极探讨 制定能源铁路的 长期的合作的规划 钻石六边的合作架构 不断地走深走湿 王毅强调 中方期待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 把握好地区发展合作的主流 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破坏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宋金达表示 检方高度重视检中关系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愿为中国企业肤浅投资 创造良好条件 并强调 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国 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努力 今年1至4月 中检进出口贸易额41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8.2% 而就在一个月前 王毅在柬埔寨与宋金达也举行了会谈 双方表示 要全方位推进政治 产能 农业 能源 安全 人文 六大领域合作 并指要共同打击 亡赌电炸 人口贩卖等违法活动 凤凰卫视 宋伟坚薛一轩 北京报道 美国国防部 24号表示 国防部长奥斯汀计划 于下周在新加坡举行的 香格里拉房屋论坛上 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晤 这将是中美防长 自4月通话以来的首次会面 香格里拉房屋论坛 将于31号一连三天 在新加坡举行 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 50多个国家 防长和政界人士将会参与 美国国防部表示 会议期间 中美防长将会会晤 预料双方将讨论 台海和南海等议题 另外 五角大楼表示 奥斯汀在当地时间24号 会前往医疗中心 接受非外科手术的医疗程序 并且暂时将权力 移交给副防长希克斯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在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4号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 希望能够进行坦率讨论 在推进未来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上 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军方预测 朝鲜可能在三国领导人会议前后 发射卫星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于27号 在韩国首尔举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4号接受共同社专访时指出 三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 共同负有重要责任 希望能坦率讨论 在推进未来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上 达成一致 关于自由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岸田认为存在立场不同等课题 强调需要进行共享实践性举措的讨论 对于三国在安全保障领域 及历史认识问题上多次对立 岸田展现出为促进东亚稳定 重视日中韩合作机制的鲜明姿态 岸田还强调 考虑讨论朝鲜核与导弹开发 以及绑架日本人问题 希望进行密切沟通 力争让约四年半来的 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定期化 岸田表示 有意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举行双边会谈 称期待能够作为首脑层面沟通的一部分 谈衰交换意见 对于日韩关系 岸田对配合明年邦交正常化 60周年签署共同文件 展现出积极姿态 与此同时 韩联社24号报道称 韩国军方近期捕捉到疑似朝鲜 在东苍里一带准备发射 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的动向 据预测 朝方最快将于下周发射侦察卫星 并指出 未使政治效果最大化 朝方有可能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举行的27号前后射星 防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国际法院24号发布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 当天则否认了南非 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 并表示在拉法的行动 没有且不会毁灭巴勒斯坦平民 联合国国际法院24号在荷兰海牙 旧南非请求敦促以军撤离拉法 发布临时措施 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开放拉法口案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 必须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进入加沙地带 旧种族灭绝指控进行调查并保留相关证据 国际法院还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内 报告执行商术命令的所有措施 国际法院认为目前拉法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 是灾难性的 法院无法相信拉法和加沙地带的撤离行动 取得了成效 以色列未能提供保证拉法地区平民安全 和基本生活的有效证明 当前局势可能对加沙人民的权利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南非敦促联合国成员国 支持国际法院这一命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 和以色列外交部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否认了南非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 表示以色列在拉法的行动并没有 并且也不会毁灭巴勒斯坦平民 声明还说 以色列将继续允许援助依法进入加沙 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甘茨表示 以色列将继续为让人质回家而战 包括在拉法的行动 都将依据国际法行事 并且最大可能保护平民 哈马斯方面对国际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 哈马斯官员纳伊姆表示 他们认为目前这些对于以色列在加沙 尤其是加沙北部的残酷侵占来说 还并不足够 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立即落实国际法院这一举措 并强调哈马斯会配合国际调查人员 对加沙地带的调查 巴勒斯坦总统发言人鲁丹奈称 这代表了国际社会 对加沙全面停火指战的一致共识 比利时 约旦 埃及 挪威外交部长 都对国际法院这一决定表示支持 并敦促以色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父王卫视综合报道 在野门首都萨纳和多个城市 大批民众上街集会 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野门胡塞武庄则表示 本周成功击落了两架美国战斗机 又袭击了多艘同以色列相关的船只 以军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持续 野门首都萨纳有数千人上街声援 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 镇压巴人 我们告诉我们的自由学生 在美国和英国 继续与加沙的继续 继续与加沙的继续 示威进行期间 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 以多枚弹道导弹成功击中两艘以色列船只 一艘在阿拉伯海 另一艘在地中海 一艘希腊船只在红海航行期间 也遭到野门部队攻击 因为这艘船只与以色列有联系 野门胡塞武装领袖阿博都威马利克胡塞 表示武装部队本周成功击落两架美国死神无人机 使美国感到意外 他补充说 野门部队人数已超过32万7千人 正在部署下一阶段的对抗行动 Massive numbers of Yemenis have joined the Yemeni army hoping to find a ground route to reach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They say the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fighting the Western oppressors and liberating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of Palestine from Israeli occupation 乌克兰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普罗霍连科24号对媒体表示 乌军已经阻止了俄军对于东部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 稳定了局势 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两个地区是波克罗夫斯基和库拉西夫方向 乌方表示 在哈尔科夫方向 在稳定战场局势后 乌军正在计划和实施反攻行动 在战斗最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基和库拉西夫方向 俄军在白天和夜间都在使用大量人员 在重型武器的支援下对乌军发动进攻 乌军武器为减少人员 不断开展创新工作 为了将无人系统的数量提升到新的质量水平 乌军正在战场上尝试使用机器视觉和人工智能 乌方还表示 俄军虽然不断袭击北部苏美地区并在集结兵力 但乌克兰已经建立了多道牢固的防线 完全能够抵御俄军的进攻 凤凰卫视特约解决理想 基辅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 不认为社交网络TikTok对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但是不反对在发生骚乱的法属太平洋岛国 新卡里多尼亚封锁TikTok 马克龙在接受CNBC电视频道采访时说 在数字活动上 法国政府在涉及到技术 国家和玩家时保持中立 只实行用户监管 而对于政府在新卡里多尼亚封杀TikTok 马克龙指出 地方政府封锁社交网络 是因为它被不正当地利用来煽动暴力骚乱 法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 没有对当地政府强加要求 中国外逃美国富商郭文贵的巨额诈骗案 24号在纽约开庭 辩护双方在法庭发表开庭陈词 纽约检方指控郭文贵涉及电信诈骗 洗钱等12项联邦罪名 而郭文贵在庭审现场流泪痛哭 郭文贵巨额诈骗案24日在纽约开庭 控面双方在法庭发表开庭陈词 12名陪审团成员和6名替补 听取了双方发言 包括本台记者在内 共有约60人在现场旁听 纽约检方指控郭文贵通过网络影响力 从数千名受害人身上骗取10亿美元 为他进行投资 郭文贵被指控电信诈骗 银行诈骗 债券诈骗 洗钱等12项联邦罪名 本起案件不允许媒体入内拍摄 当检方宣读对他的12条指控 并列数他生活奢侈的证据时 郭文贵下巴微扬 面带微笑 侧着身子看向检察官和陪审团 而当他的辩护律师宣读陈述 并称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时 郭文贵突然流泪痛哭 眼面而泣 身边的律师还为他递上纸巾 郭文贵时而抽气 时而摘下眼镜擦拭面部 检方在开庭陈词中表示 郭文贵骗取受害人投资 GTV传媒集团 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高端会员及俱乐部 和加密货币平台 喜马拉雅交易所等项目 承诺会给投资人封后回报 以此敛财10亿美元 不过郭文贵并没有兑现诺言 并把集资所得用于购买豪宅 游艇 跑车等 纽约法律界人士告诉我们 郭文贵这起案件当中 所涉及的指控 大多会面临数年至20年 不等的刑期 如果有罪名成立 甚至是数条罪名成立的话 那么他很可能会面临 非常长时间的刑罚 甚至是终身监禁 不过被告也可以通过 缴纳巨额的罚款 来减少刑期 凤红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法院报道 再来关注巴布亚 新济内亚北部的 一个偏远村庄 24号凌晨 发生大面积山体滑坡 当地村民表示 恐怕有超过300人被埋 到24号早上 在发生山体滑坡的村庄 附近山坡仍有土石塌方 现场多处有树木倒塌 过百间房屋被埋 救援人员忙于挖掘 搜寻生还者 事发在凌晨3点左右 当时很多村民 还在熟睡之中 来不及走避 估计有数以百计的村民 埋于瓦砾之下 村庄位于恩加省 距离首都墨尔兹比港 约600公里 巴布亚新济内亚总理 马拉佩表示 当局已经派官员 到灾区指挥搜救 和协助重建基础设施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回回来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在周五全线收涨 其中纳指创了历史新高 并且与标普双双路的 连续第五周上涨 道指在本周则是累计下跌 详情 我们请本台众纽约记者庞哲 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来看星期五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早时开盘的时候 就是涨跌互建格局的开出 全天都是走势反复收盘时 是导致呈现效果下跌 而标普500指数是横盘整理 那指责是创历史新高作手 投资人在星期五关注的经济数据 首先是密西根大学公布的 消费情绪指数降到 2023年11月份以来最低 消费者认为在今后一年 通胀价格升幅会3.3% 而市场预期可能是会在3.5% 另外是美国双一部公布的 耐用品订单的数据的增幅 也是略微超强 市场预期市场认为会下降1% 实际上升0.7% 但是没有上一个月的0.8%增幅为强 这个数据对市场来说 有一定的贫富情绪的作用 所以投资人认为 即使年内联储只是提起一次的话 经济还算是稳健 而且公司的盈利可能会持续推升股票 走高 在过去这一个星期 标普500指数下降的幅度 接近0.1% 而倒置下降2.4% 那指则是上升1.3% 英美达的业绩看好 持续多天推升该公司的股价 呈现走高 同时也带动同业股出现上升 在纳指当中升负最好的 在星期五为Qualcomm公司 也就是高通公司 特斯拉 英美达和脸书公司 而倒置当中升负最好的 也是芯片相关的公司 是英特尔公司 随后是摩根大通 以及苹果公司 而标普500指数 11大行业股 只有一大行业股呈现下降 那是宝电类股 领涨的是电讯类股 在下星期一是美国的假日 所以美股将会休市一天 收盘时 投资人关注的是 十年常债收益率 略非呈现了一个小幅 回落是4.46% 其油价上涨1.11% 是77.7毛2厘桶作收 而金价是略非回落 0.1% 2334.50美元 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五情过 凤凰卫视旁者 Newbie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日前罕见的 在民主党大本营 纽约市的一处公园 举办竞选集会 据悉到场人数 远超原本预计的6倍 另外最新的数据显示 特朗普4月筹款金额 超过4600万美元 首次在筹款方面 超过拜登 前总统特朗普 在23号出席 在纽约布朗克斯的竞选集会 当地人口超过一半为西异 有三分之一为非异 也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这些地方向来是 民主党和拜登的基本盘 在布朗克斯地区 2016年特朗普的得票率 仅不到10% 2020年的支持率 仅为16% 而拜登赢得了83.5% 据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这场集会最初预计 有3500人参加 而最后抵达现场 表达对特朗普支持的人群 可能有2.5万人之多 福克斯新闻称 媒体被全美最栏的线 支持特朗普的集会规模 所震惊 报道称 如今特朗普在布朗克斯地区 受到的热烈欢迎 被指使拜登和民主党 最为恐惧的 特朗普在演讲中 再次就移民问题抨击拜登 并发表相中性的言论指 非法移民涌入纽约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 不利于非裔和西班牙裔人口 使他们正失去工作 失去住房 他还提到非法移民 正在组建一支队伍 从内部攻击美国人 据悉目前特朗普 不仅在亚百州的民调 持续领先拜登 在筹集资金方面 特朗普4月份的筹款额 来到了7600万美元 而拜登筹集了5100万美元 这是拜登今年首次 在筹款方面落后于特朗普 不过就手头的现金而言 拜登有1.92亿美元 仍领先于特朗普 广好卫视 杨敏俊李战青 我向你报道 英国早前 以所谓涉嫌向香港情报部门 提供信息为名 起诉三名男子 违反英国国安法 其中37岁的被告 特里科特 在当地时间的19号 被发现尘尸在伯克区 梅登黑德一个公园内 当地警方24号发声明指 已经完成尸检 证实死因无可疑 而检控官已经撤销了 对他的控诉 再来关注到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24号在首都基多的国会 发表就职后首次演说 重申致力打击犯罪 以及腐败的承诺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步行到国会 发表他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说 他在演说当中提及 今年1月在国内发声 包括枪手闯入电视台 200多名监狱工作人员 遭挟持等连串暴力事件 指这些暴力事件 全因贩毒集团引起 强调新政府不会与毒贩 及恐怖分子谈判 也不会屈服外部压力 但是他在演说中 就没有提及 4月武装部队进入墨西哥 驻当地使馆 拘捕寻求庇护的 前副总统格拉斯一事 现年36岁的沃罗亚 在去年10月赢得总统选举 他强调会致力打击 日益猖獗的犯罪 和振兴国内经济 再来看国内消息方面 24号的下午 甘肃中东部地区 迎来强对流天气 国道248路段 出现了山体滑坡 目前已经基本恢复通行 定西市魏元县和敏县 部分乡镇出现了暴雨 和冰雹天气 在甘南州林潭县 强较于导致国道248县 新庄路段出现了山体滑坡 过往车辆一度无法正常通行 当局通过对该路段 采取交通管制 并且紧急清理碎石 疏导交通 截至24号晚上7点 滑坡点的道路 已经基本恢复通行 另外中国南方降雨持续 中央迹象台25号早上6点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并且预计珠海26号起 强降雨频繁 亚洲创新对话领军创始人论坛 24号在澳门举行 此次论坛是由第四届 Beyond Expo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 与凤凰卫视共同组织 五位独角兽企业创始人 在论坛上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五位创始人先后在论坛 分享了他们在创业道路上的经历 为博览会带来启发心的分享和交流 智慧农业科技公司 及非科技共同创办人龚甲青 率先在论坛上为新兴企业和创业者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第二个是社交质量 社交质量是巨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食物和安全 成为我们的项目 第三个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业务 因为现在后期货币 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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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体感游戏公司 共同创办人李景辉强调 要使新产品赢得广大市场的喜爱和认可 令产品拥有大众口味是成功的关键 随后来自不同领域的三位独角兽 科技企业创始人继续分享他们的创业心得和经验 博览会还针对生命科学 气候与地炭科技和消费科技等议题 进行了多场峰会 博览会为期三天到25号结束 还吸引了多达800家企业参长 风华卫视记者陈乐林在阿门报道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为期五天在深圳举行 利用AI 3D等最新科技手段 融合国潮岗位的紫金文化集团展厅 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打卡 结合水墨与数字创新打造的 齐白石万花筒展览 让观众沉浸在国画大师的艺术世界中 以80年代香港九龙存在为背景的电影 通过展出戏服 海报等实物 重温香港动作片辉煌 入口的AI导览员可以语音交互 有数字文化新体验 在智能办学机器人引导下 享受学习乐趣 元宇宙全景探索24节气独特含义 3D视角观看香港自然故事影片 逛累了可以在飞夷茶区和文创区 品尝一杯香名 了解原创精品潮玩 这里是深圳文博会紫金文化集团展厅 融合国风岗位也展现出十足的科技感 涵盖文旅 演绎 出版等一批文化项目 也在24号现场推出发布 今年的文博会突出创新和交易色彩 预计将举办超过100场的创新项目 及新品发布会 20多场招商会 推介会等活动 凤凰卫视 陈文系李廷森与丹 深圳报道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周末愉快